所谓禅不是打坐 它不止在打坐 禅是一种心的状态 禅是生活 什么生活呢?佛的生活 禅是佛之心 每一个人都想到自己的人生自在 在这个世界上 谁的生活最自在 就是你每天要过什么生活 如果我们大部分的时候 都在烦恼 你才会想 我要来学个一日才 我来道场 我就是想要平静 想要宁静 就是你每天要过什么生活 答案就是佛的生活 佛的生活 佛的状态 叫做快乐 有幽 每个人都很喜欢快乐 为什么会喜欢快乐 想要快乐 如果你想快乐 表示你现在不快乐 你才会想快乐 所以快乐不用想 你如果好想要解脱 你如果好想要解脱 表示你现在 是在解脱另外一边 所以如果想要好有钱 所以如果我想要好有钱 那表示你现在是贫穷 我想 你现在 你现在没有在修行 所以我想成佛 表示你现在不是贫穷 会缠 只这样修的话 你永远修得很缠 我好想呼吸 你会这样想吗 不用啊 为什么 因为呼吸很正常 呼吸很正常 在道场中 在道场中 修炼 常 的状态 让你 自己的生命 可以 每日 日日常 都好 那 你 感谢观看